中心网6月8月定,中国科学院院士,国家肿瘤专业制控中心主任,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贺继8日表示,随着我国,医疗质量和诊疗能力的提升,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,已从10年前的30.9%提升到40.5%,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8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,介绍全国医疗技术能力和质量水平提升情况。 三世肿瘤防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,国家癌症中心已建成肿瘤登记监测点574个,覆盖人口4.3亿,约占存活人口的31.5%,定期发布中国肿瘤登记年报,随着我国,医疗质量和诊疗能力的提升,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,已从10年前的30.9%提升到40.5%,其中上升较为显著的1.9% 此功细瘤,有55.1%,上升至72.8%,甲状腺瘤,有67.5%,上升至84.3%,功细瘤,有45.4%,上升至59.8%,股肿瘤,有17.1%,上升至26.5%,食管瘤,有20.9%,上升至30.3%, 某些肿瘤的5年生存率,已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,如实管癌,美国同期仅为20%,按发病人数计算,白血病,中枢神经系统肿瘤,连发流占到所有儿童肿瘤的66.2%, 我国儿童恶性肿瘤的整体5年生存率为72%左右,率低于美国的78%,其中白血病70.5%,中枢神经肿瘤69.9%,接近内国74%和72%的水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